怎麼看市場是否也算是足夠反映了 對於聯儲局會早點加息、早點縮表的預期呢? 整體來說,市場由12月中開始 由第一次FOMC突然說到 很多的加息預期、收稅預期加快之後 大家馬上已經很快的價錢了 其實12月中到12月底 其實已經價錢了今年加息三次的效果 但大家通常都會說 早一兩個禮拜反而市場錯下去 是因為大家突然在怕會否去到加息四次 所以其實市場是不斷在調節這件事 我自己會看昨天的CPI是第二個角度 先回答就是收稅和加息的預期 我們覺得大部份的板塊其實反映了不少 尤其是如果去想一下 就是說美國的金融股不是沒有一個表現的 但是你說它是不是真的很強 其實是不像的 如果你說不斷在價錢、不斷在加息 當是加得快 其實金融股應該要再做好些 我們會覺得 但是現在不像 所以我們覺得其實市場反映了不少 好,第二個角度就是CPI CPI其實我相信市場上面 昨天就叫做負預期 我自己覺得 有些地方就會覺得叫做 低了預期少少的 就是高了預期一點點的 但是我覺得都是維持著這些水平 最重要就是看市場的反應 市場的反應很明顯就是昨晚 無論由美股開市之前 就是歐洲時段 都不算太緊張的 是的 就算是市場在行動之後 其實反應也不是很大 我自己會看一件事 其實就有些少吻合了我們自己內部 最近也有留意的一件事就是 美股可能其實已經開始 叫做反映著或者叫做炒作著 通脹見頂的時間差不多到 是的 我們自己的二年上半年的看法 都是說應該是上半年裏面 尤其是第一季大家應該有機會 是看到通脹見頂的 不是說馬上正常化 但是起碼見頂的 我們那時12月開始有這樣的猜測 這樣的猜測 然後去看我們就會看到有些板塊 開始有少許反應 例如說一些必需性消費板塊 大家會想的就是 可能什麼可樂、高露傑那些 甚至之前說的那些零食股 Oreo的母公司MDLZ那些 其實過去這三個星期 其實表現得挺厲害的 扯得挺急的 這個板塊雖然傳統上就是 這個是有一個通脹受惠板塊 但是我們再看深入一點 就會看到通常是通脹見頂 它們才會比較明顯的 因為其實它們的轉嫁能力 就沒有像我們想的那些公用事業 轉嫁得這麼快的整個成本 所以就是說它的成本 即是它的來貨價之前高了 但是它加價不可以加得太急的 雖然說真的 你吃零食加你五毫子 但是也不會太快 但是通常在這個時候 它們就會開始反映 X成本到位 那你的加價潮 或者叫轉價成本 就開始臭效了 所以通常就會有這個反應 而且我們會看到旁邊那些 另外跟通脹相關受惠的板塊 反而是不更新的 所以就有這個 現在開始在看市場反應 可能是在走這個方向 所以簡單來講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說就著剛才這兩個題材 其實就不可能 未必有大家衝勁得這麼開心 什麼叫衝勁得這麼開心 我見最近很多人說 追金融股底 我覺得短線OK 但是我覺得不是整年的主題